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秀燕最近是紧咬着反空屋的议题 他之前还提出了反空屋的公投联署 至现在至于国民党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反空屋方面 对此行政院长赖清德也有的最新回应 我们听到怎么说 其实不管是中中火或是北深澳 都是中央的政策 现在认为地方选举的主要议题 我相信应该有点失焦 更特别的是台中的空气品质越来越好 在之前的中中火也是在几十年前兴建的 在林嘉隆担任市长之后 也锐意改革解决空屋的问题 在中央环保署的评价里面 台中市林嘉隆市长的成绩是名列前茅 是第一名 所以如果说要谈到台中的空气品质 来决定投票的话 我倒是认为台中市市民应该要看清楚 林嘉隆市长跟以往 市长在解决空屋的成绩 会正确的把票投给林嘉隆 因为林嘉隆 发布会听到赖清德强调国民党用反空屋当成选战主轴 确实有点失焦了 而至于卢秀燕所提出来的反空屋公投 后来也被中选会发现 很多的联署书都是已经往生者留下来的资料 这个完全是不合理 对此卢秀燕也有了最新回应 我们天下怎么说 这一万多份的幽灵案件 跟死人联署有没有关系呢 那所以我倒觉得中选会这样子的一个意图影射 就是说这个死人的这些联署 那到底是谁制造的 民众可不可以问 这多出来的一万多份的幽灵联署 跟这些所谓的死人联署有没有关系 可不可以这样子问呢 我们可以听到卢秀燕强调 他们送交的联署书跟中选会 后来公布的统计数量 落差了一万多份 所以他也质疑了 这个多出来的一万多份 可能就是这个往生者资料的联署书 里面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他现在也要求中选会要说清楚讲明白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